今次前來鼓說說紙巾抗業 紙巾抗業 你畫一畫都出現一個 看到了一個不是好標準 但都OK的了 算是OK的頭肩底的狀況 左肩,頭,右肩都突破了,走勢就OK,而且破了幾條線 10天,20天,50天,100天都穿了,平均線的走勢就向好 形態也是向好,所以可以留意一下 特別是最近市場人士對黃金的看法好像有少許轉 金價就不覺不覺走上去1800多,曾經去到逼近150 現在今天是140左右,純純落落 最近市場對黃金的看法有些變,變當然看好一點 原因就是最近比特幣不斷跌,之前比特幣不斷跌 比特幣市場曾經對期望這個資產可以作為其他資產 通脹或者其他的股市跌可以作為對沖 其中另一個資產是對沖通脹或者其他金融資產 價格下跌的風險,但結果現在不是,你發覺 股市跌去有跌,齊齊跌的,換言之 對沖其他資產價格下跌,特別對沖股市下跌的風險 而這方面的能力其實就很低 所以稍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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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購 所以最近走勢就好 所以留意著,指金有一個潛力 指洩位就是9.7%左右 代股價進一步逼近頸線,頭肩底頸線 以至右肩底部做一個操作 以右肩的低位,再指示 9.7%左右